請問一下這個小劉 你剛剛說爸爸對你很嚴格 有多嚴格 就是小時候他會拿那個水管 打我 還有去山上摘竹子打我 然後他一直把我吊起來打 吊在牆上打 這麼費力喔 要打你還得爬山去摘竹子 對 OK 那你到現在還單身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爸爸 就是小時候就有太嚴厲 然後導致我就是沒有安全感吧 所以跟人家相處會比較 就是比較放不開吧 你怕犯錯對不對 對 那你有喜歡過什麼女生 然後有做過 你覺得對你來講 已經是最大尺度的一個 暗示明示有嗎 像我在那個什麼前年吧 就公司一個女同事啊 就是她一進來我就 她就好幾次就主動跟我打招呼 我就殺到她 對啊 因為她就是我的菜 因為她主動跟你打招呼 沒有 她就是 因為她跟我打招呼 還是說只要跟你打招呼 都是你的菜 不是 因為就是她跟我打招呼 我才注意到她 然後我就馬上就殺到她 殺到 OK 然後呢 因為我們那個是服務業嘛 美妝店嘛 然後我們是要排頒表就對了 結果頒表就是 都跟她排同一天啊 這太明顯了 所以我們同事都說 好像就發現說 我很喜歡她這樣子 對 然後她進來沒有做就 我就主動跟她要Line 這是你最積極的一次了對不對 應該是 然後後來呢 我跟她當同事一個多月以後 她就調去分店了 可是後來就是大概 她調走兩個月之後 我就有一次就 鼓氣有氣約她吃飯了 呀 鼓氣有氣了 然後呢 她有沒有答應 有啊 答應了嗎 對啊 那天你的 你那天五官有正常嗎 呼吸有正常嗎 好 應該算正常吧 應該從早上就緊張到晚上了 沒有 就很興奮 然後就很開心 她就答應給我吃飯了 OK 後來呢 後來呢 後來那時候就是 我跟她還要另外一個女同事 我們自己的女同事 就三個一起吃這樣子 對 這樣比較不會尷尬 對啊 你知道她怎麼會答應嗎 因為她是 她是一個 宗教團體的幹部 她就是為了要到處 拉人去那個宗教 所以就 她只會答應你 會答應你的這個飯局 那其實她要拉你去那個宗教 對 為了她信了吧 對啊 就是 最終是一不太久就進去了 那然後我進去後 就常常跟她一起去 那個 那個宗教團體 常常跟她吃飯這樣子 OK 那你有跟她告白嗎 最後 沒有啊 然後就沒啦 不是 因為她其實 她是已經有男朋友 所以我會不會不敢亂來 就是把她當好朋友這樣看 你後來就發現她有男朋友 沒有 因為其實她 她跟我當同事的時候 我就知道她有男朋友 因為她跟別的同事聊天的時候 我就知道了 對啊 所以你剛剛把我們懸在那裡 其實你早就知道她有男朋友 對啊 你的心態是什麼 你在等嗎 沒有啊 我就是想說 至少可以當好朋友這樣 對啊 那就這樣也沒有去那個宗教團體了嗎 對 對 OK 好